《西游记》 都有过出场 然而这些人物中 有四位非常神秘的存在 只有现身的故事 却没有其他的一些线索 能让我们明白 他们到底有多强 法明和尚 教化圣僧在金光四额法明和尚 无疑是神秘人物之一了 关键就在于他救了唐僧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亲自抚养唐僧长大 但是这里的救命之恩 绝对不会消散于无形 并且唐僧之所以会走上西天取经之路 也正是因为带入了金光四 从而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展开了复仇就母的行动 乌朝禅师 诵经预言 乌朝禅师是西游记中 少有的只出产一次的大能 孙悟空用尽全力 也没有办法晋身 那种无量感 就如同当年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 乌朝禅师不愧对他名字中的 禅字 从诸八戒到高老庄之前 就已经来到此处等候 为的便是传授给唐僧师徒一行人多心经 并对接下来的取经之路做了预言 袁守成 至算天机西天取经因何而起 故事与唐太宗去地府走了一遭有关 在这之前 还有瑞征梦斩经和龙王的故事 龙王为何要和算卦的先生斗气呢 这谁也想不明白 不过袁守成竟然能够算准玉皇大帝的圣旨 这不得不让人震惊 难道说原著中的元首成者的人物 其实是天庭卯为大能的化身 菩提祖师 怒出猴王不过要说到最神秘的人物 想必绝对不会有人质疑菩提祖师 他绝对是整本著作中 最让我们耿耿于怀的任人物 因为在他的身上笼罩了太多的谜团 这个谜团和乌朝禅师等人不同 线索有非常多 然而始终得不出最正确的答案 有许多人认为 西流记中的菩提祖师 就是如来佛的化身 为的就是五百年后的西天 取经 还有人说 菩提祖师是太上老君的分身 不然 孙悟空怎么能够吃得了五壶仙丹呢 至于说 最大的谜团 除了菩提祖师的真实身份之外 还有他为何要愤怒之下驱逐孙悟空 这样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了 孙悟空真的是因为变成一棵树 惹的是兄们嫉妒 所以让菩提祖师不高兴就被怒逐了吗 或许这背后的答案 如同菩提祖师的身份一样 没有人能解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原本是可以 我觉得我已经不给了什么 我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我带来